最後的話呢,題目要求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也是跟他蠻像的 列印的部分的話是要設定那個機偶頁不一樣 所以機偶頁的部分的話 設定比較簡單,因為打個勾就可以了 那設定一樣是從那個 版面配置裡面這邊有個箭頭點一下 這邊找比較好找 那你們可以找到 如果要機偶頁不同的話應該是在 頁手、頁尾的這底下有沒有 叫機偶、頁不同 基數、頁 這個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應該找到功能就有分數了 然後呢 頁手跟頁尾 OK 那他要什麼?顯示列印的日期 與 工作表名稱 那之間需要一個空白 一個拜行的空白 OK,所以他要求就是 顯示這個資料 然後 基數頁 顯示在右側 偶數頁顯示在右側 所以基數跟偶數又不一樣 所以你打勾之後你會發現 他的設定又會 自訂頁手有沒有 你會發現就會有 基數跟偶數兩個不一樣 所以他說基數的話呢 要放在 右邊 偶數放左邊 所以其實你就是 做完之後 複製貼到另外一個 左邊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是什麼 日期跟工作 那日期在哪裡 其實你就看這邊有沒有一個 很像日期的東西 我看一下 基數是在 右邊 所以先做右邊 基數在右邊 然後日期的話 其實你只要看到 這邊有一個 這工作表名稱嘛 然後日期的話 這個是 有沒有 插入日期這個 有個七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空白 空白 空白之後的話 再加上一個什麼 這邊記得 這邊加個空白 然後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工作表名稱 OK 我插入錯了 應該是工作表名稱 所以工作名稱應該是這一個 第三 右邊算過來 第三個 對這個 顯示出來應該是 所影標籤 記得在 第二個 中間記得加個空白 記得 空白鍵 所以你先插入日期 再插入這個 中間記得加一個空白 不要加兩個 加一個就可以了 然後呢 把這個把它剪下來 不是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偶數的左邊就可以了 貼上 這樣就OK 比較快 不然你重做一遍也可以 按確定 基數偶數不一樣 那接下來的話 頁尾比較簡單 頁尾是 無論基數偶數 均在 中間顯示 頁碼 中間 中間的話 記得就這個 頁碼部分的話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個頁碼 剛剛有用過 所以不管 基數偶數都在中間 所以你就按一下 基數偶數 按基數一下 偶數也一下就好了 反正這樣 兩個都一樣 基數偶數都在中間 基數偶數 谢谢大家